上周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奥克兰总领馆签证处举行了欢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朱维群主任的欢迎会 下面请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们很荣幸今天大家听一听朱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内的民族宗教问题 我们的民族政策归根到底也可以讲很多各一方面给大家记忆实际上就是五条 第一条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第二条进行第二个做法也是我们的心愿就是民族区域自治 我们的第三条就是国家尽自己的所能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那么第四个我们的政治的基点就是国家鼓励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 那么第五条就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 全国一共是四万八千名 到今天我们多少年的培养 多少年的栽培给它创造条件 这个加以精心的呵护 加以鼓励 特别是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们今天的少数民族的干部已经达到了三百多万人 我们西方这边很多媒体都很关注西藏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境外人士都说西藏他们当地人就生活在一种水深火热的环境当中 你有什么实质上的例子能够反驳他们这一观点 说我们西藏人民确实是有在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中央确实有在大力发展那边呢 今外有些人说我们西藏 说我们的藏族的生活越来越不好 实际上这样一些观点 我想别的不给他戴更多的帽子 但是起码要说他们完全不了解西藏的实际 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去过西藏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最近十几年来每年都要去西藏 有的时候一年还要去几次 我作为一个西藏工作的当事人 西藏的发展变化民众生活的改善 连我自己都感到超乎我的想象 以上就是本台记者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